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跟正一個東西吧 上一次講的這個 你的名字是Row R-Craft 這個地方 的電分密度分布 對偶點來說 這個像樣是R-Craft 這個Row本身沒有Craft Row本身沒有Craft Row上面就是Craft 我們今天要看 電位與電位人 這個叫Electric Potential Energy 電位叫Electric Potential 我們看這樣的一個 如果這個空間 什麼都沒有 我把一個點音的Q在這裡 然後它會在這個空間 部下 電廠 處處都有它的電廠 假如說 我們現在有另外一個電荷 Q' 它從這一條路上面過去 Q' 它從A點 跑到B點 圓這個路徑 當它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這個是位置相量 以這個作為參考點 位置相量是R-Vector 這是R-Uni-Vector 如果Q'在這一點 那麼它會受到一個靜電力 這個靜電力呢 就是 跟它的電廠 有關 我們知道 Q在這一點 產生的 電廠 它就在這個方向 會有 一個F 會有一個F 那麼我們現在要問 我們現在要做這個動作 F F.dl 從A點到B點 Dl是位移的嗎 F.dl 從A點到B點 F.dl就是DW DW 是一個功的element 它從A點到B點 總共做的功是多少呢 我們先要問這個 F.dl 這個怎麼做呢 我們當然就把F 求出來 把L 也表示出來 帶進去就好了 我們知道F等於什麼呢 F 是等於 Q-Proud F.dl 乘上 F.dl 分子1 Q 分子1 分子1 平方 我們就以這個 來作為 參考點好了 D.dl 是什麼東西呢 D.dl 它是在這一點的切線方向 D.dl 它是在這一點的切線方向 D.dl 大小是D.dl 大小是D.dl 方向在R的方向上面 那這個呢 它大小是 它是R 以θ 方向是朝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我們就是 第一 它是 這個垂直的 θ 它是θ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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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R θ 我們在這個方向 讀一下 R R U R U R U D.dl D.dl 所以 它就等於 等於 等於 4 Y0 R R Q Q R R D.dl 它就等於這個東西 D.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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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先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是EL 我們先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再把它寫進去 那就等於4.1.0 Q 10,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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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Q 10,Q 10 and Q 10 這個A,B.就對這一點來說 我們可以用這個去相升 A点的位置向量叫R A B点的位置向量 我们听它叫做R B 这个就从A点到B点就变成R A to R B 这个维分 这个七分的结果 我们可以把它写出来 它就是等于B的R分之一 然后我们看整个都太紧缺了 R B R B 我们看这个立作的功 有这样的特点 如果一个立作的功 只跟它的起初位置 与末后位置有关 跟那个路径是哪一条没有关系 我现在是圆着这个路径积分 如果我当初是圆着这个路径积分 只要是A点到B点 还是这个值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功 我们可以说 它就是一种能量 可以化成一种能量 叫做为能 potential energy 所以它可以变成E PB -EPA And in that energy P就是potential energy at point C potential energy at point A 那么 这个我们又可以把它说成 负的 delta tp delta 在数学的语言 就是改变的意思 就是未能的改变 这个功等于未能改变 就是负值 好 那么 这个是 讲到 这种形态的功 可以变成未能 那因为它跟路径无关 是跟 第一个位置 跟最后一个位置有关 假如 B 就是A点 也就是说 它从这个地方 走走走走走 又回到A点 它做了一个封地路径的积本 这个值要等于零 有这个特点 有这个特点的力 我们称它叫做保守力 所以静电力是一种保守力 叫做conservative force 那么 这个电场呢 我们知道这是静电场 因此静电场也是一种保守场 conservative field 歐陆高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 比如说一个保守力有比 为什么称它叫保守力 像这样的力 还有Mg 像 韩力 F等于 4kx 这个都属于保守力 为什么叫保守力 我们刚刚讲保守力有这个特点 这跟起初跟陌后的位置有关 跟路径有关 如果做的这个积分 是通闭路径的积分 就等于零 这是它的特点 但是它为什么叫保守力 它不叫别的名字 为什么叫保守 保守 保守什么东西 保守什么东西 为什么叫保守力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保守什么 你要搞清楚 为什么它叫保守力 我们拿这个Mg来讲 一个固体 它质量为M的话 它会有一个向下的力 叫Mg 比如说这个粉底差 向下的力Mg 我现在 把这个粉底差 从地板 慢慢的 每一步都好像平衡一样 用力推上去 推到天花板 我做了多少功 我总共 我的手 我的手所做的功 等于什么东西 你可以去看看 像这个 它是 FuMg.dl dl 可以变成 dx跟dy 所以它就是 等于 FuMg dy dy 从0 到h 从0 上面是h 于是 这个就变成 FuMg H 当然 还有一个0 最后 它就是等于 等于 等于 Keep full E 我们可以前称 EP Final 剪叫DEP Initial 所以,這個位能的形態 mg的位能 看起來好像是等於mgh 那是第三項加一個c 因為你這個,你這是用定積分 兩個一減,長數就減掉了 如果你不用定積分,用不定積分,每一個積分都有一個c 這個c是什麼呢? 這個c沒有關係 以後總是減掉 兩個總是把它減掉 因此c,隨便你怎樣設定 所以我們通常都是把c,設為0最好 所以我們可以設定c 所以我們知道0要等於 這也是0啊 加c,所以c就等於1 因此我們一般,重力未能的話呢 那就等於mgh 這是一個保守力 保守力做的功 也就是說mg是一個保守力 為什麼mg是保守力呢? mg我們比較容易了解 電力比較抽象一點 就是說這個分比它 它有質量,對不對? 那就mg的力向下 我現在從地面慢慢地把它抬高 抬到天花板 總共H高 那我做的功彎 就化成 就是說這個物體呢 我有做功彎 很棒的 但是這個不是我的利 我的利是甚麼? 我要用這個力 要用這個力 mwmg 跟mg相反的力 把它慢慢提升上去 慢慢提升上去 就是說 我用這個外力 把這個物體提升到電話板的時候 他mg 同時在做功 他的mg也做功 他的mg做功呢 正好是等於負的 負的這個力 當我放到天花板上的時候 我的手一鬆 他會怎麼樣 會不會掉下來 掉下來的時候 他的衛能 就到地面 就變成甚麼能量? 就是我當初 花多少功 把它提升上去 最後呢 他可以 當他回到地面的時候 把我做的功全部還給我 也就是說 我對他做的功 不是擺坐 他把它保守在裡面 保住了 另外呢 我們再看一個力 摩擦力 摩擦力總是跟你 運動的方向相反 假如說我把這個 這個 文筆擦在桌面上 從這裡推推推推推推推 到那裡 噴到牆了 我有沒有做功 做功啊 摩擦力有沒有做功 沒有做功 對不對 如果呢 如果我推的力 跟摩擦力相等的話 就是說 我推它沒有動能 這是我的功 全部都變成 什麼能量? 變成熱能 這個時候 你推到牆壁 我再一放手 他會不會回來啊 他會不會回來 不會啊 那我做的功就 因為全部耗散 回不來了 你知道嗎 所以 所以像摩擦力 這樣的功 它就不叫保守力 它叫做耗散力 你對它做多少功 它就把你這個 全部的功都 都刮掉 就好像說 你們將來畢業啊 去做事啊 父母還把你當作小孩子 那你錢都能量寄回來啊 你就把錢給父母了 留一點自己 吃飯 你會不會擔心這個錢 就沒有了 會不會擔心你父母把你拿去花掉了 也有 這個狀況很少 拿去賭博 很少 通常都是把你存起來 存在銀行 或者存在郵局 每個月每個月都存起來 哪一天你要結婚了 要錢了 或者你要買房子 他把這個錢拿出來 都還給你 所以你的錢 存在父母那裡 父母會替你保守 假如你賺的錢 都到什麼通月場所啊 去捧一個什麼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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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紅的女人 叫一個女朋友那樣子 告訴你啊 你給多少錢 他都給你花光 所以那種 那個就不會給你保守 OK 那麼這個 我們說 這個 我們說 淨月力啊 也是一種保守力 也是一種保守力 你克服淨月力所做的功 淨月力會把你保守起來 這個就是 立可以化成功 衛能 這個立做的功 可以化成衛能 那麼看起來好像說 這個 這個衛能就應該等於這個 好像是這樣子啦 那麼 我剛剛講過 他不是 他不是相對的 而是 因為他積分的時候 會有一個長數 會有一個長數 那這個長數啊 每次都跟著他 但是他是多少呢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 所以我們 但是你要求這個的話 這個長數一定減掉 絕對沒有了 最後就是 這個值 好 那現在我們 就可以 定義說 某一點 的 電位能 是等於這個 那我就設定 因為這個 C多少沒有關係 最後是減掉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設定 說 R 根據這個 根據這個 特性 它 它在分母 R Approaches Infinity 這個是0 對不對 就是你 我們設定 在R 去無窮遠的地方 那麼 電位能 等於0 如果你這麼設定的話 好 那麼 在任意的 我們把它帶進去 0 要等於 這個帶進去 也是0 加C 所以 C呢 就等於0 你這麼設定的話 這個電位能很簡單 這個電位能呢 非常非常的簡單 它就變成 E P 等於 4 Ti Ev R 這個沒有R 寫錯了 這個 寫錯了 你們這個 五十個眼睛 要幫我們看看 我常常會寫錯東西 等於這個 好 那麼 當我們把位能當作是這樣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 是在 2 在無窮遠的時候 比他的 位能等於0 還是做這樣的設定 OK 這樣的設定 如果你不這麼設定的話 很麻煩喔 我舉個例子 如果你不這麼設定 導入 設定 你可以隨便設定 2 等於 20 20 是一個常數 2 0 2 等於 4 2 0 2 0 0 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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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要寫這麼一個落略囉嗦的東西 是不是很麻煩呢? 我們設定這個 設定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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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 當電荷 分布在有限的區域的時候 無窮有的地方 我們設定他 電位人的名 現在 我們就知道電位人是用這個 這個 電位人到底在物理意義上面是什麼 什麼意思 我們這裡是什麼 電場做的工 電場做的工 從這裡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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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 假如說我們把這個 rb 當作是無限圓 rb 當無限圓的話 那麽 就是等於複補的證 4拍 episilon 0 r a tq tq 對不對 推到無限圓的時候 要做這麼多工 電場 假如你在無限圓 要把這個電荷 推到 A的位置 無限圓 慢慢圓不能夠產生動能 我們只能夠 攻掛成衛能 這個時候呢 你慢慢推慢慢推 慢慢推到那裡 那你做的工 正好跟 跟電場做的工 正好相反 對不對 正好相反 就是說不好相反 電場做正工 你就做不公 所以我們可以說 所以我們可以說 當我們把 一個 電荷 從無窮遠的地方 用外力 把它推到 A點的時候 所做的工 就稱為 A點的 電衛能 A點 成為A點的 電衛能 或者是電場 從A點把這個電荷 推到無窮遠的地方去 它也是 就是說 這個工 推到這裡 全部化成衛能 跟我們 推回來的 衛能 大小一樣 方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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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呢 這個 工 定義是這樣的 其中 電衛能的定義 我們把 點點和Q' 從無窮遠的地方 推到某一點 慢慢推 所做的工 成為這一點的 電位點 或者是說 電荷 從 電荷就 扳過來 剛剛是 無窮遠到 A點 現在是從A點 推到無窮遠做的工 你看 一個 從A推到 無窮遠 一個從A推到 無窮遠 這兩根工的風險 符號是不是相反 這很相反 對不對 這個是電位 能 那現在我們 我們現在把 這個 式子 跟 這個式子 或者是說 跟這個式子 相反 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來看這個 我們來看這個 Q from E dot 你看 從A to B 它可以等於什麼 就是我們這裡寫的 來看 4 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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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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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兩端都用 Qtarm 來除 於是呢 我們就得 1.dl 要等於Fold 4pi Epsilon Nr 平方 分子Q 把 Qtarm 已經約掉了 4pi Epsilon R A Nr A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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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求认出,就是对一个单位的正电荷做工 对一个单位的正电荷做工,对一个单位的正电荷做工 这个我们称它叫做电位,单位库轮,单位电荷所做工 我们称它叫做电位,这个就变成电位差 电位差,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定这个电位 点点就是电位,所以B,B,我们就可以写成4,I,Y,0,R,Q 它本来有一个C,我们还是可以设定,R在无限远的时候,电位等于零 那么它在R里的电位就成为这个东西 这个是位置R的电位,叫potential 那我们这里就得了一个这样的关系 你看这个,这是从A到B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写成这个样子 把这个符号称进来,就是VA-VB 它就等于E.DL 在旁边你可以当作一个E,E库轮 如果E库轮乘上电场呢,就是说E库轮的力 作用在E库轮上的力,从A点到B点,所做的工 就等于VA-VB 就是A点的电位,减掉B点的电位 那么这个是电位 从这个观点,电场把E库轮的正电荷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E库轮的正电荷,移到无穷远的地方去 E库轮它,它做的工就叫做电位 或者是说,外离E库轮的电荷走无限远 慢慢慢慢过去这一连 你的总工也是等于电位 这两个方向相反 所以,有的书上是这么写 BA-VB 它是等于负的 B到A 这一样不一样 一样不一样 一样不一样 这样,你把这个颠道再成了 哇,一样不一样 一样,对不对 所以不要 到时候不要有困惑 好,那么 我们书上面 我们书上面 它至于这个 定义 不像我们讲的这么多 然后下一个定义 它就说 E到DL 从A到B 就是BA-VB 就是BA-VB 就是两个位置的 某一种物理量 跟物理量有关系 因为,你如果A等于B的话 这个积分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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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A等于B 你看 RB就是RA 那不是零了吗 对不对 可见这个 这个closed path就是零 好 但是,它是定义 这个就叫做 电位场 就叫电位场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呢 从这个地方 可以看 E dot DL 我们用这一套 有这个式子 現在,以這兩則寫在一起 現在我們從這個來看 我可以把這個式子這麼寫 e.dl 它是等於負的vv.vea 這個可以寫成 負的vv 對不對 可以寫成負的vv 從a點到b點 現在你們請問看看 這個是不是這個 是不是這個 所以 e.dl 那我們這也是從a到b 於是我們就知道 e.dl 要等於負的dv 對不對 負dv 好 那麼負dv v是一個純量 我們第一次講gradient的時候 一個純量的dv 增量可以寫成什麼東西 這個數字重量都不得了 你們不能夠不了解它 這個則是 最好 我們會寫成負的v 就是 這個 這個 等於 這個 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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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电位的关系是等于 1等负的gradient V gradient V 是一个向量 如果是gradient V 的话 它的方向是从指角的电位 比较低的电位 指向比较高的电位 我们再次讲gradient F 是从小的 F 小的指 指向大的指 前面如果加一个负号呢 风向就相反了 所以电场是从什么 是从高电位指向第一电位 记得,电场是从高电位指向第一电位 这是电场跟gradient V 的关系 现在我们讲到这里 有几个式子你们一定要记住的 以后我等一等举例子 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式子 就是告诉你 知道电场可以去电位 电位差 知道电位差 你可以设定一个 比如说 这里跟这个地方 我们拿能量来说 我们拿能量来说 天花板跟这个 相差一百焦耳 能量的话 W A 和 W B 相差一百焦耳 那你就可以设定 如果我设定地板是零焦耳的话 那天花板就一百焦耳 如果我设定天花板是零焦耳 那地板是多少焦耳 多少焦耳 负一百嘛 对不对 负一百比它低嘛 所以这个可以设定 所以电场可以求这个 然后求出这个以后 我们设定一个 电位等于零的一个标准 某一个地方的电位等于零 就可以求这一点的电位 这是一个 然后从这个式子呢 我们知道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这个就是说 如果是静电场 它有这个特点 你把静电场做一个 管场机一定等于零 以后问你说 这个电场是不是静电场 我们有非静电场 像时常参生的 时常变动产生的电场 就是非静电场 它的第一度和第二度等于零 就close the count 这个等于零 然后呢 你也可以从这个式子 我写到这个旁边来做一个 操绕给你们看看 我们从stock stock stock 这个可以写成什么 可以写成什么 可以写成 curl e 这个是 这个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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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面所维持的面积 就是说 我随便怎么 我这陆境啊 随便我设 只要是close the path 它都是零 那也就是说 你不管怎么围 这个面积里头的这个量 一定等于零 一定等于零 你说这个倒数这个等于零 这个倒数这可能是正 可能是负啊 那你可能是说 我正的加起来正好等于负的啊 可是 我随便画一个 比如说有某一个正好正的加才等于负的 我再画一个呢 那还是零 那我随便怎么画 你能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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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加起来 正好又是正等于负吗 又是 全部的政治等于全部的负 没有那么大干 于是我们说 但是他就是了一干怎么办 这个等于零 就是 Curl1等于零 因此呢 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 放在一起 这个式子积分式 这个式微分式 这是静电厂的特点 以后你要分辨 我给你一个电厂 比如函数字出来 问你 这个电厂是不是静电厂 这两个都是静电厂的特点 要记住它 要记住它 好 再来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电厂等于负的gradient v 这个要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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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电厂等于负的gradient v 的时候 那gradient v 可以写成什么 我们把电厂可以写成这样的 就是说 一排坐标 一排坐标 那这个呢 等于负的gradient v 那就是 是 parsure v over partial x, i 再加上 parsure v over partial 1, k 再加上 parsure v over partial x, k 這兩個等式相等的話,就說這個式子它就相當於 Ex等於負等 partially over partial x Ey的大小等於partially over partial y Ey的大小等於負的partially over partial z 你知道V可以求電長 你知道V的函數可以求電長 你三個分量都求出來,相量和就是這個相量 你知道E可以求電位差,知道電位差以後呢,又可以求電位 所以這個式子有這樣的一個好處 我們先把這個放在這裡 那我們現在就來談,我怎麼樣求電荷分布 我們下一個好處